蜻蜓 卵獅 大船 變身成卡哇伊的大型玩具 讓孩子玩得不一樂乎 常樂國小青春庭園遊樂場 正式啟用 設計結合周邊金融湖的特色 也讓孩子們在遊戲時 也能夠成為課程教育 現在比較有整體型的文化 這個遊樂設施也關於 我們的校地金融湖 這個遊樂設施比較多元化 比較有比較多的設施 有重建比較完整 比較新 在全身導覽下金融市長林又昌 立委蔡思應 逐一參觀遊樂場 全新造型的遊樂場 孩子們超驚喜 3 2 1 金融市青春小園特色 額外遊行場正式啟用 金融市進行全市校園 遊具改造行動獲得中央補助 3600萬元 聖輔自酬2700萬元 總計投入了6200萬元 七個學校獲得改善 完工之後美輪美奂 今天是我們七區的特色遊戲場 來啟用 在各區共有七個學校 來一起進行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整個遊戲場的設計 它不只是一個遊戲場 它跟學校裡面的校本課程 還有包括我們小朋友的體勢能 的需求 其實都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更重要的是說 也利用學校裡面 比如說有一些邊邊角角 或者是過去有高差 不方便沒有辦法利用到的這些 陰暗的一些角落或者是場地 把它做一個非常妥視的一個設計 那更重要的是透過校園參與 包括我們的校園長老師還有小朋友 都在整個規劃跟設計裡面 來共同的去發想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屬於他們的這個兒童遊戲場 那不只是這個玩 而且它已經也成為教育環節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養分跟這個環節 今天的兒童遊戲場的這樣的開幕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 建立了每個學校的特色校園 也就是說這些遊具場其實不是 就只是個遊具場而已 它其實是跟每個學校的特色 是緊密的結合在一起的 像我們看到我們的蜻蜓樂園 為什麼在這邊做蜻蜓樂園 因為強烈國小旁邊 有個金融湖非常重要 看我們的先動國小 以貨櫃為主題 因為先動國小旁邊 就是長期的貨櫃的區域 讓每個小朋友 在他念小學的過程當中 參與這些設施 遊具 他很清楚的了解 他自己的家鄉是一個什麼樣的特色 我覺得這一次我們的遊具 這樣的各個學校的發想的推動 我覺得最重要的意義在這個地方 也非常感謝教育處 把我們現在的遊具 不再是像以前的 罐頭式的塑膠的一些遊具 都改變成像不同特色的一個遊具 像我們深美國小 就比較傾向於森林的一個 大自然的一個遊樂趣 然後所以說希望我們這個小朋友 都能夠在安全的 這個遊戲的器具下面 能夠快樂的成長 充分利用學校的棋林地 遊戲設施五花八門 還有玩沙池 任期剩下不到一百天的 市長牛昌 送給七個學校大禮 要打造孩子的夢想樂園 記者 黃少民 基隆報導